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母女 母亲洪女士 女儿小王 陪同二位来调解的 还有小王你的丈夫小李 一家三口来到我们金牌调解 说说看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确定这个女儿 认不认为这个娘 你现在是觉得她不认你的吗 还是 是 我这个女儿在我身边 她比较老实 比较听话 我一直帮她当做小孩 她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就觉得 她不跟我们联系 也不打电话给我们 小王 妈妈这个诉求你怎么看 小王 你觉得妈妈的这种 确认有没有必要 你觉得你们母女之间的 这份感情 有没有出问题 没有 没有 那妈妈还是妈妈 对不对 把你心里的这个话 你告诉我们 也让妈妈能够听得到 那妈妈的心里的这个话 既然来了就实话实说 或者对妈妈哪里做不到 哪里不能都说 不要怕你全部说出来 是因为有妈妈在场 你说不了 还是因为 你跟谁都不大愿意交流 我看你一直在看场下 你是在找你丈夫吗 我就怀疑我女儿就是她老婆 她男朋友 什么都叫她 她就是全部听到她那一遍去了 在这之前 女儿也是这样不大 跟你说话的吗 不会的 在家里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是只剩她跑了 她男朋友家里去了 开始就变成这样子了 不是吗 小王究竟为何一直低头不语 是不是如红女士所说的那样 是受了女婿的影响 随后女婿小李起身来到了小王身边 小李牺牲安慰小王 可是小王的情绪始终难以平复 为了保证调节的顺利进行 我们临时决定 让小李代替小王坐在主宿席 要不这样好不好 小王 那你先下来缓一缓 让小李让你丈夫代替你坐在这个地方 那么一直不被红女士认可的女婿小李 会如何回应这一切 我问一下小李 平时小王也是这个状态吗 反正跟我在一起之前 就是不喜欢说话 然后从跟我在一起之后 有什么说什么 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 对 刚刚他始终不说话 你觉得是为什么 恐惧就是感觉心里紧张害怕 我妈就是 每次施施压力给我们 就是搞得我们人心惶惶的之类的 丈母娘的这个诉求 她想确认一下 她跟她女儿之间的这份感情 她就说因为女儿走了以后 去你那儿以后 就跟她不联系了 不是 就是每一次我妈找她的话 就是发脾气嘛 然后她就害怕嘛 然后就不敢回嘛 没有这样子的 她现在都是偏 小李强调 妻子不是不愿说话 而是不敢说话 因为内心对母亲的恐惧 但她的解释 在洪女士看来都是谎言 据洪女士说 女儿从小一直听话乖巧 可自从三年前 认识了女婿起 女儿就变了 我儿子就是说 19年国庆节结婚 跟我儿子办酒许 然后她就跟 她这个男朋友跑了 什么时候发现女儿不见了的 早晨我们就特忙 家里客人很多嘛 我婆婆就过来 就说女儿哪里去了 应该叫她也帮忙一下 然后我老公就打电话 他说我在街上 我老公就说 那么忙 你不能帮你吗 你还到街上玩 他说我知道了 就这样子 说知道了 我们就没在意 因为我也把她当着小孩嘛 就也没在意 然后我们就 就中午九许就喝完了嘛 就到晚上吃晚饭 就还没回来 我老公就打电话 就打不通了 就不接 那我们就慌了 那时候我们心里真的很着急 我说现在怎么办 到晚上女儿又没回来 一太早就跑了 这是怎么回事 再说我们也是做喜事 是不是 然后我儿子就问我 你有没有骂过他 就是这样 我说我真的没有骂过他 然后我们就说打电话 是他跳的那个男孩子 跟警长帮我们帮忙啊 然后他就帮我打电 搞了两年 就说打电清楚了 就说是跟他跑了 小李 那一天是怎么 是你们约定好了 要在那一天决定一起走 还是怎么样 哥结婚那天嘛 然后我妈就逼着他去相亲嘛 之前我们的 我也有去过嘛 去过我妈这边跟他说一下 我们在谈恋爱嘛 然后我妈就不同意嘛 就是嫌我们家远嘛 我是河南的嘛 然后不同意嘛 我也没说什么 等我哥结婚那天嘛 然后我妈就带着他去相亲嘛 我老婆她不同意嘛 然后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就说 让我过去接嘛 前部之片 没有一句是实话 没有不同意 可以叫我女儿上来说 因为她之前是这样子的 之前订婚了 女儿是订婚了吗 是订婚了 小李是说 其实小王心里是不愿意 没有 她全部是骗的 因为这个男孩子 她的人品实在不行 全部是骗 太自私了 她不愿意走的话 我也不可能硬拉嘛 这么一走的话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反正后面那是就是 把她好好照顾好 你们两个算是决定了 未来要一起走下去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没想过家里他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有考虑到嘛 然后就是我们走了之后 然后就是慢慢想办法 沟通这件事嘛 毕竟有什么事 终究要面对嘛 等我们稳定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跟他们沟通嘛 小李和小王为爱私奔 这让完全不了解情况的 洪女士彻底慌了神 就是联系不上 我老公就像掉的火一样 我们家里都没精神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着火了 我都普通保佑 只要保证我女儿回来 我说我什么东西烧掉 我都不在乎 女儿失联 惊慌失措的洪女士 只能拨打了110 在警方的帮助下 洪女士拿到了 小李老家的详细地址 于是她立刻和家里的两个亲戚 从湖北杀向了河南